在小说《天龙八部》第四十二回《老魔小丑》起刊一击《圣之不武》中,慕容博在教训慕容父时说道,嘿嘿,大燕国当年慕容晃,慕容克,慕容锤,慕容德河等英雄却不料都变成了绝种绝代的无后之人。 那么,小说提到的慕容德究竟是怎样的人呢?他又和这位今天提到的公主有啥关系呢? 本期《星星爱谈历史》将为您讲述这段往事,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看更多内容。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乱世,五湖乱华后,西晋灭亡。 历史来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,直到隋朝统一天下,才结束了这数百年的纷争乱世。 在这数百年的乱世中出现过许多政权,南延正是其一,慕容德是慕容晃最小的儿子。 慕容晃在东晋贤康三年,公元337年,自立为燕王,定督在龙城,辽宁朝阳,他金戈铁马,再次统一了东北地区的鲜卑格部落,然后挥师南下,打算入主中原。 慕容德就是他的小儿子,慕容德这个人,少年时代发育得很好,不到二十岁,就已经长有八尺二寸,约等于一米九的身高。 长得高也就算了,慕容德还生有异象,他的头上有一道隆起的纹路,纹路交织,构成了一个月亮的图案。 这个具体的模样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电视剧《包青天》里包整包大人的扮相。 当然,铁面无丝的包大人脸有点黑,而我们的慕容德应该是个白面小生。 慕容德在慕容锤建立厚烟时,献计献策,亲茂史实,为厚烟的创立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慕容锤很信任这个弟弟,也慕容锤更希望慕容德成为下一任皇帝慕容宝的骨功之臣,所以慕容锤在临终前。 告语儿子慕容宝把夜城交给慕容德。 拓拔北魏兵士强盛,打得厚烟皇帝慕容宝如同丧家之犬,此时的厚烟已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,称帝的称帝, 割据的割据。 公元398年,慕容德在华台建立政权,自称为燕王。 可此时的华台颇为不宁静,在后勤、北魏、东晋的夹缝之中生存,慕容德广纳群臣建议,最终决定在山东半岛的广固建立政权,视为南燕国。 建国这一年的秋天,某一日,慕容德心情不错,就在严贤堂举行宴会,大宴群臣,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。 慕容德有了几分罪意,他对自己创建南燕国很自豪,不免沾沾自习起来。 慕容德捋着胡子,微笑着问群臣,朕文化虽然浅薄,不过还称得上是个不骄不躁的皇帝,也能够时刻警醒自己,爱卿闻说说,朕可以和古代哪位帝王相比呢? 陈哥哥,你把我比什么人哥呵呵?皇帝话音刚落,青州刺史居众猴急地站起来抢大,陛下乃忠心之圣主,陈觉得陛下堪比少康,光武。 他的话谁都能听出来,是在拍马屁,大臣们只能在心里边鄙视。 脸上不敢表现出来,听了居众的阿谀奉承之后,慕容德当即爽快地说,赏博千匹。 居众一听,爱马,吹牛逼也能赚钱哈,当时就一个劲又是谦让,又是谢恩的,可以看出慕容德的想法。 但仍须得认识到,慕容德并非是在慕容晃的关爱宠溺之下长大的天真纯良的王子,更非敌长直接继位。 从钱烟到南烟,慕容德走了大半生,建立南烟之时,慕容德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,所谓尔顺之年,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,自己也是有很多方式的。 在慕容德称帝后,也开始落实各项行政措施,包括停止主动战争,集中生产兵器,清查人口,发展农业,囤积粮食等,清查户口时,还在所有关卡驻扎军队,防止农民逃走。 然后任命了一些官员,注重官员连结和办事效率,形成了粗放的官僚系统,为了挑选人才,也是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。 还召集所有的儒生进行测试,选出有能力的人为官,协助治理地方,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和积极练兵,竟然被慕容德募集了近三十多万的军队,战车就有一万多辆。 看起来也是兵强马壮的样子,慕容德上了年纪,竟是不惜看到自己的侄儿们争权夺利,勾心斗角的场面,明明刚刚见过南烟,他却好像已经耗尽了气力。 许是老妇总是恋爱叙齿偏幼的孩子,慕容德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就是平原公主,慕容婉音。 慕容婉音并非皇后段季妃所出,但是因为生母身份低微,为史册所不在,她自小与嫡母段氏的关系十分亲近。 一见国南烟,便封慕容婉音为平原公主,在一干兄弟姐妹中,荣宠可谓是独一份的。 慕容婉音这位公主,似乎与这乱世格格不入,她聪慧好学,喜读史书,尤其擅长古琴,可谓是乱世中的一抹清流。 禁书,终曾如是记载慕容婉音,有才会,善书史,能古琴。 渐渐的,平原公主十四岁时,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这样一种身份,提亲之人自然是数不胜数,朝中大臣都先后向慕容德提亲。 慕容德也很疼爱女儿,反复为其挑选夫君。 经过精挑细选之后,慕容德选择了一个名叫段风的青年才俊,段风此人很有才干,深得皇帝赏识。 在一番安排后,平原公主与段风相互见面,郎才女貌,一见钟情,二人都对对方比较满意,初次见面便以情投意合。 于是,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如期举行,段风也因此一跃成为皇帝的女婿,许多大臣都对其极度不已。 据史料记载,慕容婉姻与段风的感情很不错,但段风深处庙堂之中,自然不可能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平静地生活。 自古以来,庙堂之中的斗争都是非常残酷的,也是当时老百姓所不能知晓的。 天有不测风云,姻段家本身就有根基。 长子段风又做了驸马爷,权力很快如日中天,如此得势,朝中自然有小人眼红。 皇帝一年是建高而失去昔日英明神武,听信奸臣谗言,对驸马疑心大气,历史上大部分皇帝对权力掌控是十分贪恋的。 他们十分在意维护统治,所以段氏一家独大,必定引起皇帝的恐慌。 皇帝想除掉一人,简直一如反掌,很快段家灾祸降临了,先是朝中有人恶意弹劾,诋毁段风拥兵自重,意图谋反。 无故受冤的段氏家族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,段风便被射击而秘密杀害了。 他听闻消息如坠冰枯,整个人僵硬半天,许久他才明白父亲的险恶,更大的悲痛朝他涌来。 即使知道自身已沦为君王父亲,用来稳定统治的一颗棋子,又有什么用呢? 平原公主心情好坏,从来都不在皇帝考虑范围之内,慕容婉姻也就随之成为了寡妇。 此后,平原公主因守寡回到宫中生活,对于平原公主来说,丧腐之痛令其一度无比抑郁,段风被杀后,慕容婉姻日渐消瘦,心疼女儿的慕容德,就想着再给女儿说一门亲事,于是就让慕容婉姻嫁给寿光公于赤。 慕容德称帝时,已有六十岁的高龄,在那个时代,已算得上是一个老人,他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,将慕容婉姻指婚给了在朝中有身后根基的余赤。 慕容婉姻不愿意这门婚事,他立下过誓言,要为夫君终生守寡,奈何女子地位低下,皇命难为。 此时已由不得慕容婉姻自己的意见。 慕容婉姻姻与于赤的新婚夜上,慕容婉姻以身体不适为由,拒绝与其入洞房,因为顾忌平原公主的身份,于赤并没有过多纠缠,礼貌地问候了慕容婉姻后,就离开了房间。 第二天深夜,慕容婉姻又一次对于赤说,自己染了病,他传染给她,希望能够再养养身体,于赤显得有些生气,但还是没说什么,离开了房间。 随后在一日上午,慕容婉姻迟迟未走出自己的房门,丫鬟进门查看,只见到房梁悬挂白领,慕容婉姻自意而死。 慕容婉姻在身边留下了一封遗书,遗书上写着短短几个字, 我死之后将我埋葬在断峰的墓碑旁边,如果我的魂魄有之,一定会与她重聚,慕容得得知此事后也是悲伤不已,她仍旧尊重了女儿的遗愿,将她和断峰葬在了一起,看到这句话。 慕容得痛苦不止,她没想到女儿竟然如此刚烈,如果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,当初就不该逼她改嫁了。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,慕容得也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一生了,于智也因为慕容婉姻的逝去悲痛不已,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好几天。 慕容婉姻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各地,人们称她为真灾公主,公主出殡时,万人为其送行,感叹她的高尚品格, 忠臣不是二君,真女不更二夫,慕容婉姻的高尚品格让众人折服。